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心社报道 根据中共中央有关规定 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 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党组成员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每年都要向党中央及习近平书面数值 这个数值安排明显超出2017年10月由政治局会议通过 只要求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每年都要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数值的相关规定 变相令党和国家系统均由习近平直接统领 报道指有官员近日按照规定已向党中央和习近平书面数值 报道也指数值报告总结经验体会分析问题不足 围绕大局提出下一步努力方向 主要有五项内容 头两项与习近平有关 包括坚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 以及带头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至于其余三项 则为围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以及坚决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而习近平认真审阅了数值报告并提出重要要求 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 要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公开资料显示 2017年1027号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 其中除了突出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全党的核心地位 还规定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每年都要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述职 当时有评论指 这样的安排颠覆中共1982年12大废除党主席制以来 总书记与其他政治局常委集体领导的安排 形成总书记对政治局的垂直领导 政治局委员成为总书记的下属 2018年3月 习近平首次审阅中央政治局各委员提交的报告 他又向各政治局委员提出自己对他们的重要要求 展示他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权威 2019年2月 新华社再次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党中央和习近平述职 而这次就连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党组成员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也要向习近平做书面述职 明显是将这种述职制度进一步扩大至国家系统 反映习近平的权力已经无远伏击 好 我们看接下来的报道 前财长两会前发言炸锅 四分之一省财政收入一半要还利息 据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近日在财政研究杂志上 发表一篇文章指出 中国的财政状况极其严峻 充满风险和挑战 尤其地方政府债务令人担忧 大约四分之一的省份必须将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用来偿还利息 综合媒体报道楼继伟自2013年3月起担任中国财政部部长 2016年11月卸任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就任时的财政部长 其实楼继伟早在去年12月就针对中国财政状况提出批评 却到近日才将这篇文章公开 时间点正好是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年度会议召开的前几天 据报道楼继伟指出 去年受疫情影响 财政支出大于收入 各地区赤字维持扩张趋势 他说财政支持社会发展 应要全盘考虑 避免过度依赖赤字和债务 他预计未来五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总额将维持低水平 财政支出压力仍较大 据报道 中国从2009年起连续11年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导致财政赤字持续上升 楼继伟也说 财政困难不仅是短期或近期的问题 也是中期的问题 他也说 政府债务影响问题也会影响到未来的财政稳定和经济安全 此外 楼继伟认为地方债务的问题更是严重 不仅影响到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 也累计了财政金融风险 他警告 随着地方债务规模的持续增长 大多数省市的债务可持续性 在2021至2025年期间将变得更加令人担忧 据粗略计算 大约四分之一的省份 必须将其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用来偿还利息 另外 人口老化也是中国财政问题的隐忧 楼继伟提及 中国人口老化很可能在未来几年 对国家财政可持续性构成严峻挑战 将改变中国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 增加养老金的财务负担 对政府构成沉重财政压力 中国军方内蒙增射16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基地 反击美国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美国专家调查获悉 中国军方很可能在内蒙古自治区 新设至少16处洲际弹道飞弹的发射设施 并称此举有提高对美国反击能力的意图 共同社访问了分析卫星照片并汇总提出论文的 美国智库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和问题专家汉斯克里斯腾森 克里斯腾森透露 2016年以后 中共位于沙漠地带的军事演习场 分成三期开发 至少建设16处发射设施 其中11处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工 中国目前拥有18至20处发射设施 若新建部分也完工 数量将几乎翻番 据分析其中四处将在一年内完工 其余部分在数年内完工 共同社报道指 克里斯腾森指出 各处设施分别保持2.2公里以上的间隔修建 或许是为了防止多处同时被毁 且附近挖掘了两条长约350公尺隧道 从位置和形状来看 目的可能是防止机动发射装置和导弹被从上空发现 据分析 相比原来的使用液体燃料的飞弹 新设施适用能够更快发射的固体燃料导弹 比洲际弹道飞弹东风5型设施更小 很可能设想对应包括新型多弹头东风41型在内的固体燃料飞弹 克里斯腾森分析指出 中国军方有可能得出结论认为 一方面通过预警系统保护固体燃料飞弹一边使用 是维持反击能力的唯一方法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下狠手抵制 阻止留学澳洲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中国与澳洲关系深陷低迷之际 澳洲媒体报道 澳洲教育行业恐怕要面对中国留学生甘糖的局面 原因是中国地方政府正在向当地教育中介机构提出要求 端促误把中国学生送到澳洲 这一消息倘若获得证实澳洲教育行业将损失严重 有分析揣测 这是否中方以经济手段反制澳洲的又一招 澳洲的悉尼尘封报报道形容 澳洲的大学面临着中国学生长期干旱的前景 因为中国政府已作出表态 不鼓励中国的教育机构把学生送到澳洲留学 中方此举或影响澳洲数十亿元的收入 多间澳洲媒体不约儿童的报道了相近的消息 指澳洲一些大学在本周初开始陆续收到这些报告 指中方要机构不推荐 诱惑宣传澳洲留学方案 最初这些要求旨在较小城市执行 但到了上周四相关指令已蔓延至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代表澳洲八大院校的八校联盟总裁汤普森表示 有些事情正在发生 升学顾问可能被要求不要建议学生服务 或干脆不提及澳洲升学选择 但他补充 由于中国当局没有就此作出正式通知 因此消息的真实性仍带进一步厘清 中澳关系对教育界很重要 有需要保护 对现实的事态深表关注 他强调 澳洲金融评论报日前也引述 摩尔本大学校长马斯克而止 近期有中国学生收到建议不要到澳洲求学 有报道指如此整个澳洲学界计算 留学生在2019-2020年度为澳洲带来375亿澳元的经济效益 当中中国占105亿澳元相当于总数的28% 2019年澳洲逾34.6万名国际留学生中就有16万人来自中国 中国与澳洲近日外交关系紧张 中国即限制澳洲肉类、酒类、煤炭等产品对华出口后 澳洲高等教育界似乎是中国下一个的制裁目标 但澳洲联邦教育部长阿兰·塔奇试图淡化事件说 他尚未收到有关报告的官方确认 他称这些报告为传闻 但强调消息趟属实 最大损失只会是中国学生 强调澳洲教育制度深获中国学生家长及雇主认可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中国商人社偷取通用电器技术被美国起诉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司法部近日发表声明 称居港中国商人吴志龙因涉嫌串谋偷窃通用电器商业机密被起诉 司法部誓言打击此类非法的破坏经济的行为 司法部在2月26号发表的声明中称 现年64岁居住香港的中国商人吴志龙 因涉嫌在2017到2018年间 与他人串谋窃取通用电器公司 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碳化硅MOSFET技术的商业机密 于周四2月25号被起诉 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德莫斯 在声明中对吴志龙和他的同谋 选择偷窃他们因缺乏时间才能和金钱去创造的东西 德莫斯说为了外国公司的利益而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使美国公司失去了创造力的果实 剥夺了美国人的工作 司法部将竭尽所能阻止这样的非法且破坏经济的行为 纽约北区联邦检察官伊丽莎白库姆在声明中说 如起诉书所指 吴志龙串谋从通电器窃取商业机密 以成为竞争对手 库姆说这方面的谋算以及其他类似的计划 是试图损害美国的创造力 而这通常取决于保持技术进步的机密性 库姆说他将继续与FBI合作 追究那些试图从他所在的辖区内的创新公司那里 窃取商业机密的人 据司法部声明所引述的起诉书内容 大约在2017年3月到2018年1月间 吴志龙至少和一个同谋策划了一项业务 即利用从通用电器窃取的商业秘密 来制造和销售碳化硅MOSFET MOSFET或碳化硅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厂效应晶体管 是小型半导体开关 可用于调节通过设备的电流 并用于多种产品 声明称 吴志龙和一名在通用电器工作超过7年的工程师密谋 从通用电器窃取MOSFET的商业机密和其他专有信息 据称吴志龙和其同谋之一被指利用那些商业秘密 制定了商业计划 并制作了PowerPoint演示文稿 将其提供给潜在的投资者 据起诉书 吴志龙和他的一号同谋告诉潜在的投资者 他们的业务可以在三年内获利 他们估计其初创公司拥有一亿美元的有形和无形资产 根据其策划 他们寻求约3000万美元的资金 以换取其初创公司的所有全股份 其诉书指吴志龙和该同谋于2017年8月在中国碰头 并给考虑其初创公司提供资金的中国投资公司做演示 FBI Albany办公室负责人托马斯雷尔福德说 根据起诉书 吴先生共谋从通用电器窃取有价值的敏感技术并在中国生产 我们办公室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和通用电器密切配合 并迅速开展工作 以防止盗窃由此对我们的经济安全造成的损害 FBI反情报部门副主任小艾伦科罗表示 美国公司的创新将美好的事物带入我们的生活 但我们不必从一家窃取美国技术的外国公司那里 购买这些好东西来与我们竞争 司法部声明说吴志龙尚未被捕 据该声明吴志龙一旦被定罪 将面临最高10年监禁和最高25万美元罚款 好我们看下面的消息 抖音封禁4000社炫富账号 据东网报道 中国持续加强监管科企和网上平台 北京字节跳动旗下的短篇APP抖音 其安全中心近日发布治理处罚公告 对一批涉嫌刻意炫富恶意炒作 有违社会公共良俗的账号实施禁言封禁等出发 自今年以来 安全中心已清理了2862条有关短篇 324条音频封禁违规账号多达3973个 抖音表示至上周四25号为止 这次治理重点打击六类涉及不良价值观 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内容 包含宣扬拜金主义攀比享乐 歧视嘲讽或攻击非富群体 社为成年人发布大量奢侈品讯息 打造白手起家 逆袭成精英人设进行营销或诈骗 故意展示大量现金撒钱 制作销售短片图片文案等炫富素材 通报又列出部分案件 当中在本月2号 安全中心在日常巡检中发现 有用户发布了一则广告短篇 显示了用户在桌上放置大量人民币 iPhone车钥匙以及手表等贵重物品 涉嫌违法在广告内容中不当使用人民币 使用明显炫富素材 有关影片最后被下架处理 账号也被执行禁言处罚 相关负责人表示 刻意炫富内容污染社会风气 尤其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都应对此高度纵失 也将进入常态化治理 呼吁广大用户一同监督及举报平台上的作弊 违规账号及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